一半左右手機就開始狂想 各種警報 大樓的時候就看到我的鄰居 他們都已經穿著軍裝拿著槍 就開著車走了 就是已經回軍營了 哈囉大家好我是巴主 隨著時間的推進啊 尾巴戰爭全面開打 兩國的歷史跟民族矛盾非常的複雜 這邊暫且啊不談太多 那我們只談哈馬斯惡意 攻擊平民跟外國人 在一場和平音樂會上大開S 當初在台灣喊那些 委屈的和平也是和平啊 不要發展太多這個國防跟軍事的這些人啊 希望你們可以飛過去一趟 諷刺一下 欸怎麼在和平音樂會上這樣啊 都手無寸鐵了耶 對不對 都沒有拿武器抵抗了耶 你們竟敢S耶 不是和平嗎 去喊一下 多麼諷刺啊 我們都知道以色列的軍力 比哈馬斯組織強大非常多 這樣哈馬斯都敢打 你說以色列今天沒有任何的國防 或是軍力甚至越減越弱 甚至削減到一半 那跟講早就滅國了 今天就不是只有音樂會上的人被S了 那哈馬斯失敗是時間的問題而已啦 那10月7號以巴戰爭 狠狠打了這些舔共台灣人的臉 那我們可以發現這張圖 支持以色列的國家政府啊 什麼英、美、加、法、德、印度、意大利、澳洲、巴西、阿根廷 大部分都是歐美以開發國家為多數 甚至有部分東歐的國家 新加坡、日本也是支持的 那我們來看一下下面這個支持 巴勒斯坦的哈 什麼伊朗啊 卡爾啊 比拉克啊 科威特啊 黎巴嫩啊 阿富汗啊 你看支持他們的都是什麼樣的一個國家 舔共的台灣人 你們很愛去這些國家旅遊嗎 而中國超熟的對不對 明明昨天自己公開說什麼 雙方要克制停火 互相承認對方的獨立跟國家主權 對不對 結果在這篇下面又沒把自己給算進去 我們全世界人都在等你中共什麼時候 比照同樣的說法 對台灣說 咱們中國解放軍啊 要保持克制 尊重台灣主權獨立 說一下嘛 中台兩國互相獨立 說一下嘛 每當世界上有任何重大事件的時候 我們都可以發現 差不多大致上都分為兩方陣營 中立的我們先不算好 差不多就是這樣的區分啊 什麼敘利亞 伊朗 北韓啊 中國 俄國 阿富汗 這些立場相近的國家都是站在一起的 不是站在 特定一方就是所謂的中立那一方 但是他們的所謂這個中立又是表面中立 實則私下支援非常多的軍武 但你要支援其實也沒有關係 是可以的 但你又表明自己中立又私下支援 這就是讓人家唾棄的地方 歐美國家也是有支援他們支持的那一方沒有錯 但人家沒有像你這樣 沒有我是中立的哦 沒有哦 所以我分享他們 當一些舔共台灣人在痛罵西方陣營 或是這些已開發國家陣營的時候 認為他們都是非常壞非常邪惡的 全世界最壞的國家是美國 結果他們出國旅遊都是去這些國家 什麼歐美日韓 什麼所謂的美國小弟 反而不去他們認同 價值觀相近的什麼伊朗 北韓阿富汗 科威特 然後這次在中國的網路上 同情以色列的人是越來越多 結果有粉紅就說什麼呢 評論區就看得出來 猶太人的錢到位了 什麼意思 就是猶太人給這些中國人錢 非常好笑 這不是各樣而已哦 在之前這句話常常被小粉紅拿出來講 你看在今年的8月26號 明顯感覺得出來 日本給錢給到位了 網上叫的都是狗 在今年的3月13號 他說 鋪天蓋地的境外勢力 發微博的時候也是一樣 果然是美國的錢到位了 讓韓國人又愛又恨的中國美食 這個博主收了多少錢 一直為韓國選走 非常的好笑 每當中國發生什麼事情 都說是境外勢力 都是美國在發錢 對吧 在中國有城管有農管 現在還有所謂的 國營企業單位的人民武裝部 你們的錢是發給他們 來去打你們 而更暖心的是什麼 在這場和平音樂會上 劉敏混中國協同的以色列女性 被哈馬斯組織給抓走 還放出拘捕的影片哦 那按小粉紅的邏輯 這其實就是上演一場南京事件一樣 那這個消息 已經被當地的中華商會給證實了 中國的新聞網 自己也播出來 確實她是中國協同的女性 母親為中共國子民無誤 以色列官方微博也發出這個消息 許多粉紅在下面痛罵 你們以色列不要把我們中國給拽進去 不要甩勾給我們中國 不要想著讓我們中國派軍隊去救他 我們只救中國人 他是以色列人 咱不救 各位粉紅不知道還記不記得 前幾年的北京冬奧 古艾琳他不是美國國籍嗎 但他是有中國混血 你們就說他是中國人 對吧他還代表中國隊參賽 但是他是美國國籍的 他現在在美國吃香喝辣的 我們看到這個小粉紅他說什麼 混血的以色列人 他就是以色列人 跟我們一毛錢關係都沒有 然後呢 他在22年的4月28號說什麼 顧艾琳發微博說謝謝中國 一家人不說兩家話 我們更需要謝謝你 帶來給我們了很多正能量 他美國人耶 我們還可以看到這個 中國的微博上面寫什麼 許榮告訴記者 根據以色列中華商會的統計 目前至少有3名中國人中彈 還有4名中國人處於失聯狀態 商會正在協助使館發布訊息 尋找失聯的人員 對吧 下面還有講到這個一半中國協同以色列人 所以我覺得你們不用再洗地啦 然後這個中國大V司馬男 就是妻女都在美國耳彎的這個 這個人啊 非常的羞恥啊 他說什麼 以色列S了一個人 是被炸S的還是被嚇S的 現在搞不清楚 然後後面他又說 這是美國造成的 你老婆跟小孩還有房產 那為什麼放在美國呢 我們可以看到 還有小粉紅說什麼 這地方辦音樂節 相當於日本人侵略者在東北搞聯歡 哈馬斯為啥搞襲擊 可想而知 呃 我問一下 就是俄羅斯人在海森威那邊辦音樂節 建立城市 驅除唐人街 把以前在那邊生活的滿人啊 還有漢人都給驅除 然後都給這樣了 你們有什麼感想 你們遺忘掉這段歷史啊 因為中共不敢跟你說這段歷史 對吧 而且你這個比喻完全不對 我問一下 舊約聖經跟耶路撒冷啊 崇拜這個猶太教 崇拜這個耶和華的時間 在以色列的領土歷史上比較悠久呢 還是伊斯蘭教跟古蘭經呢 那像你們啊 中國十一國慶廉假的時候 你知道嗎 秦始皇兵馬勇管啊 湧現人潮 許多粉紅在網路上說 悼念啊 大戰懷念秦始皇啊 你在搞笑耶 這什麼意思啊 六國子民啊 那侵略了六國 所謂的統一六國對吧 六國子民的後代 竟然去朝拜 侵略自己 祖先國土的秦始皇 還去崇拜他耶 所以你有什麼臉說以色列 而且你們不是說 只要血統啊 血緣啊 有所謂的中國 都是中華民主嗎 都是中國啊 四海一家啊 那現在怎麼又說 他是以色列人 誒 你們的標準怎麼每天都在變化呢 好OK沒關係 接下來帶大家看另外一個例子啊 一名中國人受困以色列 航班被取消在小紅書上求救 為什麼呢 因為他在發小紅書前 他致電給中國大使館 結果中國大使館叫他自己想辦法 不救 誒你們粉紅不是說 只救中國國籍拿中國護照的中國人嗎 他怎麼不救呢 誒你們粉紅怎麼不呼籲一下 中國政府要救啊 我知道這個時候你們的標準就要變了 誰讓他去這種國家玩呢 胡蓋亞S號啊 不對啊 說好的 中國護照雖然不能帶你去世界各國 但是能把你安全的接回家 當戰戰發生來臨時 只要在你家前面 秀出一面閃亮亮的五星紅旗啊 沒有人敢動 還會給你一個respect 這不是你們說的嗎 搞笑對不對 去年一大堆中國留學生 堵在烏克蘭的地洞 三餐不計 那個畫面非常的狼狽啊 你們該不會都忘了吧 結果中國大使館是最晚 才派班機把中國學生 接回中國的 還要他們自費 結果印度跟台灣還有歐美國家是免費救援耶 自己的國民對不對 而台灣啊 也比中國提早救出當地我們自己的學生 還讓中國國籍的學生一同搭車在街機回來 對不對 不是說中國大使館也會保護台灣人 為什麼是台灣官員帶你們中國人回來呢 好 我們來看一下粉紅的數字 這個叫做優遠的Z 他說什麼 我們的JC啊 JC應該是警察的意思 我們的警察應該也要S幾個來中國旅遊的日本人 你看多棒的國家啊 跟你講一個不爭的事實啊 比起日本人 你們會先被公安城管農管給S 你知道嗎 還有這個人民武裝部 前幾天啊 中國一所學校舉辦的一個活動 一群學生啊 集體演出S安倍晉三的過程以畫面 獲得全校師生集體的鼓掌 到底誰才是二戰前的日本軍國主義 到底誰才是二戰的德國納粹 到底是誰啊 台灣人確定要讓我們的後代跟這樣的國家統一 還有深交 你要確定 我們要確定耶 最後再帶大家來看一下 戰爭是多麼殘忍的 一半左右手機就開始狂想 各種警報 好像真的就是整個窗戶都在正 這邊起碼就是有機這種一撞了 都在冒黑眼 然後我們才發現 原來真的就是開始扔火箭彈了 趕緊跑 下樓的時候就看到我的鄰居 他們都已經穿著軍裝 拿著槍就開始車走了 就是已經回軍營了 一般攻擊都是會選這個 周五晚上或者周六早上 大家都在家裡 一般帶來的傷亡會比較嚴重 大多數的那個導彈都會被鐵球攔截掉 剩下的那些沒有被攔截掉 就可能會掉到一些城市裡面 其實大多數時候 以色列都是提前知道的 然後大家會有一些準備 今天真的是完全沒有準備 真的是會讓我覺得 比之前要來的害怕很多 好那今天影片到這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 我不喜歡其子 一定要幫我封鎖 記得加入會員 來支持我們 讓我們頻道走得更長遠 還沒看過我們最新請的 兩位台商 採訪的觀眾朋友 可以去我們頻道頁面看 一個是台幹 一個是台商 上個禮拜六跟上上個禮拜六 我是八九 下次見拜拜 我來不見 就算對 你 那 你 我來不見 感谢观看